另外在华林县南区的退休公教人员协会 也办理了111年重阳节敬老庆祝大会 会中特别表扬了金赚婚的抗例 并且颁证会员年满70岁以上的敬老礼金和抽奖的活动 活动场面是温馨感人 华林县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办理111年重阳节敬老庆祝大会 会中表扬金赚婚抗例 同时颁证会员年龄满70岁以上的敬老礼金与抽奖活动 活动场面温馨感人 钻石婚60周年梁展泉与蔡月美夫妇 金婚53周年罗松雄与邓菊美 金婚50周年张红一以及邱顺妹等三对金钻婚抗例 我们退休协会南区公教退休协会的会员都聚集一堂来参加今天的庆祝大会 那我们会中在活动里头有办理了金钻婚的表扬活动 包含有这个钻石婚60年有一对 还有50年的结婚50年的有两对 我们的盛大的表扬 那让这个金钻婚的夫妻 今天也非常的荣耀 重新好像让他们又好像恋爱一样 一种很温馨的表现 黄夏明表示一起走过半世纪以上的岁月 建立起一个充满爱跟温暖的家庭 实在非常不容易 所谓相爱容易相处难 每位金钻婚楷模的相处之道 都值得现代年轻夫妻学习 也是家庭价值的所在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